哎 皇上在里头呢 怪你 如意 快起来 您回来了 皇上的口气 就好像臣妾去了趟御花园 散散心便回来了 朕这么说的意思 是仿佛你一直在朕的身边 从未离去过 来 朕知道你受委屈了 皇上知道臣妾委屈 却还是将臣妾送入人冷宫 朕才登基几年 内有太后和后妃 他们都是有家事的 我还有老臣 与他们盘根错节 且当时 使官两位皇嗣 每个人每件事 都指向你 如果朕执意将你留在身边 不做任何处置 前朝和后宫的人 都会要朕给一个交代的 所以皇上只能如此处置臣妾 即便是对臣妾的冤屈 有所疑心 皇上也只能怎么做 比起前朝和后宫的安定 臣妾是可以牺牲的那一个 如荫 朕是皇帝 朕坐拥天下 可还是会遇到重重的彻仇 还有无奈 我能够用 那些女人 是不可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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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够用到最后宫的 是不可适合的 是不可适合的 最为温妥 如意啊 朕是真的害怕 怕你分身火中 怕你死在砒霜之下 所以无论如何 也要让你回来 留在朕的身边 你手上的洞窗 朕那日就看见了 朕准备了宫里面 最好的治洞窗的药 朕请你擦擦 来 坐 坐 这不该是皇上做的 朕愿意 谢皇上 朕想着 为了迎你出来 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李渔啊 瞧瞧 如今这时节 怎么会有绿梅花宝 有些绿梅花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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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全然的绿梅香味 叔叔莲木硬拼婷 出世小装兴 皇上这是给臣妾 添心装的 朕知道你喜欢绿梅 所以特地制了 这绿梅粉 装供你使用 绿梅粉 贤妃娘娘 这绿梅粉怎么制 那可是皇上亲自淹没的 为了这个 皇上可谓是费尽心思 迷尽珍宝 最后才定下 用密陀僧 白潭 冰片各一钱 又以当季 开得最盛的白莲蕊 白鼠葵 山奈 赌弄香 炎至绝席 或以珍珠末 淡青为粉 再请宫中 守最巧的宫女 折来新鲜饱满的 绿梅花苞 用这粉 小心灌入花苞内 用线扎齐花间 密封于花房之内蒸熟 浸至玛瑙盒内足月 才得以如此花香庆奋 能令面容 吟似白眉宁许 娘娘 皇上一直惦着您 在冷宫里容颜憔悴 盼着您能早日 红颜如昨呀 来 索欣 怎么哭了 这可算是熬出来了 是啊 容花怎么不戴上 以后我自己把它戴上 皇上访的是明熙宗 义安皇后的 玉簪香粉法 只是 赌诺香名贵千金难求 用它做敷面的香粉 臣妾高兴却也心惊 若是让旁人知道了 不知道又会惹出 什么样的是非 再名贵的材料 也比不上朕的心意 你只要记得朕的心意 其余的 你什么都不用管 臣妾谢皇上的心意 只是对臣妾而言 最贵重的 不是这些身外华物 而是在绝境里 皇上不会放开 臣妾的那双手 你不肯定要有心意 吗 这下呢 妾不做了 快捷 那我会有什么想法 这下来 你被胡红 能不能把下次权 也好 这下来 你这下来 我是想要 你我们来了 你的心意 你说 冷宫的侍卫林云彻 对臣妾有救命之恩 还想请皇上调他出冷宫 寻一个好去处 那是当然的 这回叫御虎去办 臣妾替林云彻 多谢皇上